后来老张将这一段经历跟其中一个老华侨说 这个老华侨就语众心详地对老张说 恶有恶报,善有善报 一旦你将这句话理解错了 你就会堕入万丈深渊 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人 最后不一定有好报的 因为很多人只有菩萨心 而没有金刚身 如果你不会修炼一个金刚身 就算你不断做好事 都不可能会有好下场 你的善良可能一文不值 我们总是说善有善报 但是在现实生活里面 行善未必会得到好报 不信 我讲一个真实的故事给你听 老张是广州判如院人 在改革开放的时候 积累了巨额的财富 为了能够过上更加人上人的生活 他带着全家移民来到了菲律宾 一段切肤之痛的经历 使张先生明白到好人未必有好报 他总结出这样几句话 只有菩萨心 没有金刚身 最后也有可能招离杀身自和 菲律宾是一个美丽的群岛国家 风光多姿多彩 既有耶林海滩又有火山瀑布 海水云天湖 江山色风景十分顺利 张先生对你一切都十分满意 很快他在当地买了一座大豪宅 因为实在太大了 所以他就请了几个工人 各有分工 只是请阿姨都请了几个 有专门做煮饭的 有专门买菜的 有专门搞家企卫生的 你外门口又请了几个保安 老张对自己的员工十分之好 有时候他还会送酒给阿姨 叫他们回家给他们的老公欣赏 这些阿姨当然是连声多谢 张太太周不时也会买一些小礼物送给阿姨 感谢他们尽心尽力的付出 有一段时间张先生经常去拜访 当地的一些有钱的老华侨 老张发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 这些有钱的老华侨 都会雇用当地的阿姨做用人 有些阿姨一做就做了十几二十年 但是当这些阿姨每次放工出门口的时候 门口的保安都要检查他们的手袋 老张就很奇怪了 就问这些老华侨 这些老华侨都会说 怕他们来偷家的东西 老张就拗头了 这些女佣在你们家里面都做了十几二十年 互相之间已经相处得好像家人一样了 为什么要当他们是贼一样的防住他们呢 这些老华侨答复得很光脆 如果你不这样做 总有一天你会后悔的 你会吃虧的 老张当然就不在乎了 因为他都觉得这些老华侨太迂腐太可笑了 后来张先生发现自己家里慢慢出现一些怪事 他酒柜里面的美酒有时候会不易而非 有时候客厅里面一些贵重的摆设也都会不见了 自己太太的金银首饰珠宝有时候也都会自动消失 老张这个时候就走去问门卫 这些门卫保安就说 他们发现这些阿姨放工出门的时候 经常是带着家里面的东西走的 但是这些阿姨都说是老板送的 所以有时候看到这些阿姨带东西出来的时候 这些保安也都不再多问 老张这个时候就想起了那些老华侨对他说的那一番说话 这个时候老张终于访言大悟 所以老张就对保安说 以后这些阿姨放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检查手袋 一定要有我的亲笔签名 还有我会通知你们 这样才可以放行 自此之后呢 老张的家里不再有无缘无故不见了的东西 这一种现象 但是这个时候老张发现家里的气氛有点不对劳 那些阿姨互相之间经常私底下凌凌暗暗 发现对老张的不满 时间一长老张就发现 这些阿姨已经慢慢将不满 变成了一种仇恨 这个时候老张感觉背脊骨都发凉 他终于明白了 这帮阿姨其实是一帮家产 再这样下去 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事 本来老张对这帮阿姨是一片好心 殊不知到头来有一种受威胁的感觉 最后老张痛下决心 将这帮阿姨全部炒鱿鱼 重新请过新人重新开始 后来老张将这一段经历 和其中一个老华侨说 你这个老华侨就语众心详地对老张说 恶有恶报 善有善报 一旦你将这句话理解错了 你就会堕入万丈深渊 为什么这个社会上有很多好人 最后不一定有好报的 因为很多人 只有菩萨心 而没有金刚身 如果你不会修炼一个金刚身 就算你不断做好事 都不可能会有好下场 然后这位老华侨说了有关他老爸的故事 他说他老爸的事业做得很大 底下有几家公司 同时他老爸在这个地区 是出了名的大好人 但是没有人敢伤害他 他底下的员工对他都是服服贴贴的 到底是什么回事呢 因为每次到中国新年的时候 这位老父亲一定要将他公司里面的所有高管 包括总经理 大概是三四十位 和今年能够得到年终奖的所有能够得奖的员工 都全部请到家里吃饭 而每一次聚餐的时候 这位老父亲一定会请一个人来做他的主宾 这个人就是当年在香港最有名的黑道大哥 他一定会坐在这位老父亲的旁边 这位黑道大哥一出场 谁人都知道他是谁 而且这个黑道大哥还专称老父亲为大哥 所以来吃饭的经理员工多多少少 都有一点战战兢兢的 所以通常来说走过三巡之后 这些员工经理他们都会走过来和老父亲告别 说声新年快乐 而老父亲这个时候总是一定会送给他一个大红包 也都回敬说新年快乐 就是这样 这些高管其实每一年 和老父亲只是见一次面 虽然是这样 但是这些高管完全不敢背叛这位老父亲 最主要原因就是他们知道老父亲的身边 有一位很厉害的人 大家应该有所发现就是去寺庙拜佛的时候 佛的两边都会有 青面獠牙的护法金刚 这些护法金刚为什么是青面獠牙呢 他们就是要想尽办法 不能够使那些坏人靠近慈祥的佛 所以不管我们是多厉害或者多慈悲 都要学会保护自己 为什么有些人一世做好事一世发慈悲 但是得不到好的结果呢 甚至下场很凄惨 这个就是因为有时候他们做好事做到没了分寸 被一些坏人利用了 你看一下 佛都要有左右的护法金刚 从老张这个故事里面 你也应该有所启发 就是做好人都应该要有分寸 好了 故事就说到这里 如果未订阅的朋友 希望你能够点击下面的订阅按钮 顺便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那你随时就可以知道我们的最新视频了 多谢 因为我们先开始评论 结论 看 门 与 是